20年來就沒有再長席肉了嗎 有 還長啊 我前面動完水 所以他們體質是很容易長的 不是只有前場割才會這樣子 基本上在台灣50歲以上的人 大概就有三成的人 他會長席肉 我們割掉了 割掉了 復發力也有三成 席肉是會一直長的 是喔 對 因為特別是便秘的人 你只要受到大便的刺激 或怎麼樣他就會長出來 所以席肉不是割一次就好 他其實是體質的關係 因為我跟我妹妹他們都一樣 都是他們比較好一點 他們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時候 他們規定是兩年去做一次大腸鏡 但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已經長腫瘤 所以醫生是規定我每一年 前一年是每半年就叫我去 然後第二年開始每一年 一直到五年過後 他才跟我說你可以改兩年 從此以後我都是兩年 兩年 兩年 我都會檢查 每次去檢查 都會有一顆小小的那個 都會有 多多少少還有一些洗肉 不會有 所以那就直接幫我就剪掉 剪掉以後去做化驗 所以這幾年下來 我的洗肉來講都還好 所以你的洗肉要變癌症之前 就被你剪掉了 對 是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你飲食有什麼特別嗎 厲害了 我從我從我那一刻被嚇到以後 等我第二天醒過來以後 就宣布說我是良性的 從此以後 你就大吃大喝了 我每一年 我每一年都會做健康檢查 從頭到腳 我從頭都做 然後因為大腸直腸都 我連胃鏡都做 我是上下腸胃鏡一起做 反正一次麻醉 然後我就一次通通把它做了 最主要是我的飲食 因為我認知了一件事情 就是體質我沒辦法改變 環境我也沒辦法改變 可是我可以改變我的飲食 從此以後 我大量的飲食 大量的蔬果 然後我幾乎紅肉都不吃 然後肉類很少 在我們家桌子上面看到的就是魚 或者是魚 然後所有的碳水化合物 我全部不喝 碳酸飲料 對 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 我幾乎都不喝 我這二十多年來 我很少去踏去那個 我以前多喜歡喝可樂 人家吃飯我一定是可樂 可樂先來 汽水或什麼果汁 這些我二十多年 我通通都不喝 所以就是你爸爸的飲食 你全部不照著吃的 對 我整個把它顛覆掉 爸爸愛吃肉嗎 應該是吧 可是以前來講的話 平常來講 吃肉的機會也太少 因為那個時候物質上有困難 煎炸也是影響很大 對 煎炸 那個都是很好吃的東西 我父親那個時代應該都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我知道我的身體 不能夠接受這些的時候 我就徹底的把它做一個改變 我專吃青菜 我特別喜歡吃青菜 我連開工我都跟他們講 我要開工素